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伤害系数还会随着每一次进攻而提增30% 打到第六个武将就是270% 看来最近曹丕是去找功夫熊猫败师了 这招很明显就是从熊猫身上学来的 除此之外 曹丕还会加入自己的招牌技能驱散 但这次不再是驱散对方的增益 而是驱散简易 曹丕会驱散目标的简易状态 并重新施加在其身上 驱散的数量也会依次从驱散一个简易 依次提增至驱散六个简易 这个驱散了又挂回去的动作 到底有什么意义 首先 曹丕的被动会在敌方驱散简易时 对他造成最大生命值15%伤害 并使怒气下降150点 再来曹丕的被动也会在敌方每增加一个可驱散的简易时 有一定概率驱散掉对方的一个增益 这两个被动都可以被曹丕的命魂技能触发 不得不说曹公子真是好算盘 自己驱散又自己挂上都不用依赖敌方来被动的触发技能了 和驱战熊猫一样 第六位防御最低的武将将会是曹丕重点打击的对象 技能对他造成的伤害最高 驱散简易带来的真伤 简怒和重新挂上简易后 概率驱散的增益都会是最多的 当然 曹丕的命魂技能也不是完全没有缺点 敌方身上的简易数量将会决定曹丕命魂技的所有效率 真伤可以被格挡 重新附加的简易也有可能会被抵抗 这些都会导致技能无法完美地发挥他的效果 曹丕的三阶技能是个光环 会使敌方获得的增益有20%概率失效 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或曹丕被击退 曹丕释放命魂技后 增益失效的概率会翻倍 光环在释放命魂技前的概率太低 基本等于没有 只有在曹丕释放命魂技后 光环才能真正起到一点作用 直接使增益失效的好处 是可以对坑那些无法驱散的增益效果 既然无法驱散 那就别让他挂上去就好 曹丕的五阶技能会再次增强命魂光环的效果 曹丕释放命魂技后 敌方武将每次释放怒弓造成伤害 都会不可驱散的降低自身和相邻武将20%怒气恢复效率 最多可叠加五层 效果会持续至回合结束 这是曹丕最强的技能 他可以很大幅度地去限制武将的回怒 让一般没有可直接回怒手段的武将 每回合最多只能放出一次怒弓来 曹丕在释放出命魂技后 对于一些回怒慢的队伍 是有很大的怒气压制力的 整体来说 命魂提升了曹丕驱散增益 控弩和打真伤的能力 也因着曹丕自身本来就是很万用的武将 可以融入很多队伍 所以 在第一批命魂武将里 是最推荐优先抽取的 命魂曹丕可以在SP吕布 SP刘备和SP司马懿的队伍中使用 能使用的寿命和范围都很长 命魂曹丕在一红 三红和五红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加强 有能力的就最好直接拉到五红 无课玩家或者只专注玩女团的玩家 也建议把当期限定的道具拿来抽曹丕 把三个小奖拿完 把曹丕驱醒到一红就好 剩下的可保留道具就存起来给下一期的命魂武将 陆伏在四周年也会像送蔡文姬一样 把曹丕送到五红 你也可以赌台服三周年会送 但如果没有 可千万不要来找我 接下来 我们来看马超的命魂技能 马超的命魂一接 会在释放命魂技后 对敌方一列造成伤害 此伤害无视护盾 并且会对目标施加一层气袍 效果会持续至下回合才结束 气袍会使格挡率下降25% 护盾吸收伤害效果失效 还算不错的技能 可以降低格挡率 并使护盾失效一回合 间接地提升了自己和全队 对被命中目标的输出 不过可惜的就是 技能范围太小 命魂技虽然会对一列的两位武将生效 但后排的那位 我方其他主力能不能打得到就不一定了 反正马超自己是肯定打不到后排的了 马超的命魂三接 也是个光环 效果是 敌方武将受到的治疗有50%概率失效 几方人一五将每对敌方武将造成超过受激方最大生命值5%的伤害时 提升25%怒气恢复效率 最多可叠加5层 几方人一五将每释放两次怒攻后 下次怒攻清空此加成 并提升50%最终伤害 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或马超被击退 马超的治疗失效光环一开始就有50% 非常好用 要造成超过5%最大生命的伤害 对属突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 触发不难 光环提供的回怒效率比曹丕的降怒效率更高 也更好叠 并且同样可以叠加5层 这很明显就是和曹丕对着干的 马超的三接光环可以提升灭队的回怒效率 使灭队不至于只能打一回合后就怒气不叙 没有后续的输出 是个非常好用的光环 马超的命魂舞阶会提升光环的效果 马超在释放命魂剂后 己方全体武将最终暴击率和吸血率会提升30% 每次造成暴击伤害 还会使己方全体武将最大生命值提升5% 最多可提升至75% 这些效果都是为马超最后一个技能所准备的 当马超的当前怒气恢复效率不少于50%时 连环突击会直接斩杀当前生命值 低于马超最大生命值30%的敌方武将 马超在不被其他想怒效率干扰的情况下 只要叠两层就可以激活斩杀功能 这时只要有敌方武将的血量低于马超最大生命值的30% 马超在发动连环突击时就可以直接将其斩杀 如果是在马超叠满75%最大生命的情况下 敌方只要低于半血就会被马超斩杀 非常可怕 不过很可惜的是 命魂目前还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 导致马超无法完整地发挥命魂所有实力 那就是初期命魂剂的释放太慢 这边也简单地来说一下 命魂值恢复的机制 命魂值是全体共用的 普通武将每次普攻只会恢复10点命魂值 只有已经觉醒了的武将 每次普攻可以额外恢复更多的命魂值 这里的普攻指的是每回合发动一次的轮次普攻 类似五子的连续普攻 是不会恢复命魂值的 初期命魂武将 最快也要第二回合 才能将命魂技释放出来 这是马超无力的原因 因为这时鼠突早就已经把技能都放完了 所以前期命魂马超能发挥的效果是很有限的 马超命魂 基本不推荐小课或无课玩家 现在就去碰它 因为马超命魂要五红才能用 要的就是它的斩杀能力 马超命魂只推荐大课玩家抽取 台幅有一个陆幅没有的优势 那就是一开始就能上三个命魂武将 当初陆幅是只能上两个命魂的 所以这更加导致了命魂技释放的缓慢 在大课玩家有能力同时上阵三个五红命魂武将的情况下 马超可以在第二回合头就放出命魂技来 放在第二回合才发力的SP旅部队里或许还是能玩的 命魂马超之后也可以在SP刘备的队伍里出场 但效果也只是一般 就是能玩 但没有到很强的地步 命魂马超真正的发力期还要等到SP关羽 SP诸葛亮出来后 所以小课玩家只需要在SP关羽出来前 把马超预备好就行了 命魂马超可以一直用到命魂法证出来为止 之后就会被法证给取代 最后我们来看吕蒙的命魂技能 命魂一接 吕蒙释放命魂技后 会对我方全体施加一层不可驱散的白衣 白衣可以吸收攻击目标数小于3的伤害 初始吸收量为目标30%生命上限 吕蒙命魂技的用处其实不大 原因还是在启动速度太慢 白衣能吸收的伤害类型 都是灭队在使用的攻击模式 以命魂技释放的速度 根本就来不及在灭队发起攻击前起到任何作用 顶多也只能在之后荡一下SP张疗的一列攻击而已 对火烧队的帮助其实是很有限的 命魂三接也是个光环 会提升敌方怒弓消耗200点 持续前二回合或吕蒙被击退 敌方前排五将每次释放怒弓 有50%概率使怒弓消耗额外提升200点 释放命魂技后概率翻倍 对比命魂技 吕蒙的光环技能就实用多了 提升怒弓消耗200点 能有效阻止灭队初期的连续进攻 后续很多回怒效果也只回1000点 即使触发了也无法让五将马上释放怒弓 概率提升怒弓消耗的效果 不晓得会如何判定 若触发了就会使到后续释放怒弓需要更多的怒气 那就非常适合用来打击怒弓很频密的武将 吕蒙的光环对于攻击型武将 这种出手不快 但怒弓次数很多的武将打击最大 这里指的就是SP吕布和SP张辽 吕蒙发动命魂技后 触发怒弓消耗提升的概率会翻倍 翻倍后就是100% 这个效果足以让SP吕布的连续怒弓打不出来 是可以克制吕疗队的好帮手 命魂五阶 白衣的初始吸收量会提升至最大生命值60% 战斗开始时 命魂光环会获得额外效果 在单数回合内 敌方前排五将首次释放普攻 或在回合普攻行动后 每次造成伤害有35%概率 使其不超过其上次普攻造成的伤害数值 同样的这个效果的触发概率 也会在吕蒙释放命魂技后翻倍 吕蒙命魂五阶的效果主要是用来打击多动症的武将 有概率让他们普攻后的其他输出手段 伤害全都和普攻一样 只要配合控弩 让敌方武将需要普攻回怒后 才能发动怒弓 就能有效地限制怒弓和之后的所有攻击 命魂技能效果虽然很好 但还是败在触发条件太苛刻 释放命魂技前的触发概率只有35% 这是完全不够用的 释放命魂技概率翻倍后会提升至70%够用 但这时敌方的前排五将早就已经攻击完毕 技能效果对后排五将不触发 再加上又只能在单数回合发动 错过了第一个单数回合 就要等第二个单数回合 也就是第三回合 才能真正地发挥这个限制效果 这实在是太慢了 更别提火烧 根本就没有三个命魂武将可用 这个命魂释放速度 即使你想快也快不起来 吕蒙的命魂主要是补充了 它对普攻以外的攻击克制 让它不再只是一个只能限制普攻的武将 但可惜的是 最终的效果并没有太理想 考虑到命魂的效果一般 再加上吕蒙只能在火烧队里使用 所以并不建议抽取 即使是在火烧队里 吕蒙的命魂效果也只是一般 大概也只有真爱党会抽了 吕蒙只要有专武改动后的效果就够用了 最后要说的是 由于初期命魂值恢复得太慢 命魂计在第一回合根本放不出来 所以现在的命魂武将几乎都无法将完整的能力发挥出来 最多也只能发挥一点光环的效果 想提升命魂计释放的速度 只有两种方法 第一就是前面提过的上阵三个高性命魂武将 第二就是提升初始命魂值 前期在悬阵这里可以提升50点 后期忘了在哪个地方 还可以使初始命魂值再增加50点 只有在初始命魂值有100点后 命魂武将才能在第一回合中 就将命魂计释放出来 这时才是命魂武将真正能发挥影响力的时候 还有就是将魂录里 有始命魂值恢复增加10点的能力 和使用命魂计后 返还50点命魂值的能力 这些都很重要 只有等到这些系统都完全开放后 才是命魂武将真正可以发挥的时候 好了 以上就是对本期三位命魂武将的抽取建议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